新闻大现场带来关心 在今天清晨五点多台中市发生了死亡火警 76岁的陈姓男子葬身火箍 而点燃火势的居然是他自己的儿子 最现情形究竟如何 连线记者陈宇柔 好的主观中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窗户还冒出阵阵的余烟 那么事实上这起火警是发生在台中市东区石甲东路 凌晨五点多发生的火警 那么火势呢是在十多分之后是被扑灭了 不过警销人员还是在二楼发现了陈姓男子 也就是76岁老父亲的尸体 那么邻居事实上呢是在将近五点多的时候 听到54岁的离姓男子呢 和46岁的陈姓男子 他们也就是兄弟俩呢发生了争吵 其间呢是不断的在屋内呢 听到有人在扔直东西的声音 那么等到五点二十分的时候呢 警方是获报 有人情绪不稳 打算迟到要亲身 到场的时候是发现大哥已经将一楼铁门反锁 打算同归于尽 我们来听一下死者七次应激邻居的说法 他要隐费一下 他要隐费一下 他隐费就对了 不知道哪点就对了 头上要关了 他要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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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喝酒吗 没有啦 你不要 他要喝酒 这两个都要喝酒 放会 放会吗 用放家室的 放一个放会 我们就像第二个 对啊 他真正你会 大体的 我开牌了 我就不是听大体声 不知道 不得拔起来 好的这几周分 一次大哥和三弟发生口角生殖 之后呢 大哥是对着三弟泼洒汽油之后点燃 造成三弟全身80%的二度灼伤 那么大哥在纵火之后呢 是持刀朝自己的颈部划过 造成颈部撕裂伤 二哥呢 是幸运的开门逃出 但是父亲身在二楼来不及逃难 当场死亡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尽情形将镜头交换给彭丽主播 好 你说你看到的是发生在今天凌晨 这兄弟吵架 结果引发的大火悲剧 这个好地方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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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乐